明星 剛剛上級正當中級 上級嗎? 話學都... 上級嗎? 上級旅主的話,話學應該是自己念吧 喔,哇喔! 對啊,你有問題再去問才對阿 怎麼會是 上級旅行 不是啊,我是說 我覺得話學復習應該會自己念 因為你上完旅主,你是上不要設定的東西 你應該前面有些東西也有自己打開 你怎麼會花時間去聽 可是主席是高一跟高二都有 不是 可是你後面有學的一些東西 其實可以用付錢的 可以自己來 你說高三有高二 高二高三有些都可以直接用 他我也知道 他說你要聽聽 跟物理一樣 不是啊 不是啊 那我教書 反正 欸又給我上 欸你不是啊 也可以 欸不是啊 也可以 我隨便 對反正我教書引到的意思 那今天的朋友我們今天要往下囉 我們今天把那個集合的概念 講一講 然後我們就直接上排隊組合 欸你怎麼找滿飲料 等一下就要喝咧 沒有啊 那今天要哭啦 徐瑞今天不會來 你為什麼講過 不會啊 欸他說看情況 他說看情況 等一下他們是比賽嗎 他說他輸了就回來了 欸這個很像那個之前有人覺得說 我快點輸了就會回來 沒有 好 好 那現在沒有 我們要講一號 七七夜 YES 七七夜的那個 一島範圍一一交 這太簡單了 他說正方形有四個邊 且四個腳箱的 這個你應該 有智商 應該可以自己談 對啊 好不好 七六夜 七六夜 你還要玩 你還要抓 你還要抓快龍的 就是這樣 可以這樣 可以嗎 那個你應該可以自己寫 誰啊 我們講一個那個 敘述問題 因為 上次有講那個敘述 什麼叫敘述 就可以判別真偽的 才叫敘述 那敘述再進階一點 就叫命題 我講一下齁 這個 星課剛剛有教 可是你們不教我覺得蠻可惜的 都講到這裡了 應該要提一下 什麼叫命題 我講一下命題齁 命題就是指 某一件事情我們定義 它是對的 而且這個命題要先成立齁 要先確定是對的 接下來推導才會有意義 P則Q 假如P跟Q就是敘述 比Q為敘述 這不用操啦 丁丁就好了 PQ皆為敘述 則P可以推到Q 然後咧 Q不能直接推到P 注意喔 Q不能推到比你 可是呢 非Q可以impline 這一P 可以接受嗎 什麼意思 我們舉個例子齁 假如今天P事件叫下雨 今天快下雨了喔 下雨 然後另外一個打電 不是 我不要在那邊 下雨 然後我安全帽放在外面 然後倒掛 現在我安全帽就直接放在 安全帽放在外面 然後倒掛 如果今天下雨的話 我的安全帽就會死 那你不會下去了 靠一個位置到 就希望不要下雨 那就會下雨了 就會下雨 很差 如果現在下雨 那我的安全帽一定會死 因為我現在是倒掛 會養金魚 可以嗎 那這件事情是百分之百 對 為什麼 因為我停在外面 停在室外 還在紅線那裡 一定會 那再來你想想看喔 那如果今天有人問你說 只要安全帽失 因為Q起來前面 請問安全帽失了 安屍 安屍那裡面 不是啊 安屍 一定會下雨嗎 結果你今天安全帽有失 就是代表天氣一定下雨嗎 那就不一定了 為什麼 可能你會撿懷人宰心 然後天天我一直在折磨他 然後懷人宰心 就安全帽 一定要尿 有沒有可能 完全就是有可能啊 所以這件事情不見得是對的 我沒有辦法判斷 但如果今天來看喔 Fake Q Fake Q的意思就是什麼 安全帽沒失 安全 安全帽乾 安全帽如果是乾的 那他一定可以imply什麼 沒有下雨 因為只要下雨了 就一定會濕 如果你今天是沒有濕的狀態 是乾的 那一定會沒有下雨 這就變成對了 可以接受嗎 P可以推到Q 可是呢 Q不一定可以推到P 可是非Q一定可以imply非P 只要你的前提是對的 可以接受嗎 這就是簡單的命題 什麼叫命題 命題就是指有一個因果關係 有因有果的敘述 然後形成一個事件 然後就變成一個命題 這種例子可以舉很多啊 像什麼 呃 呃 戴安全帽 就一定不會被警察抓 你也可以舉這個例子 可能就可以例子舉 你看啊 戴安全帽 就不會被警察抓 那如果今天 你在這樣講啊 比較直覺 我怕你聽不太懂的敘述 應該說 不戴安全帽 你不戴 就會被警察抓 那你今天 警察抓了你 一定是不戴安全帽啊 不一定啊 可能妨礙通貨啊 是不是 是不是很有道理 沒有戴那個 什麼東西 說的是安全帽 對 所以有可能妨礙通貨被抓啊 對不對 然後咧 如果今天你沒有被抓 那你一定怎樣 沒有不戴安全帽 就是這麼一個簡單的敘述 很有邏輯性 好 這就是因果關係 那為什麼要講這個呢 因為我想要講 看根定理的敘述 看根定理的敘述 你還記得嗎 什麼呢 看根定理 在你的那個 一個多向式 一個多向式 它是一個實係數的多向式 注意喔 看根定理的使用時機是實數 聽聽看喔 看根定理的敘述 它是實數 如果今天我找一個 F of A 乘上F of B 小於0 就是S的地方用A帶 S的地方用B帶 一陣一附 所以相乘小於0 對不對 然後呢 一定有一個C 它會怎樣 在AB之間 屬於A到B之間 我寫得非常數學性喔 我就用中文講 因為你也不用操 所以聽聽看就好 如果一陣一附 則在A到B之間 一定有一個C 會怎樣呢 它一定會帶入 變成0 也就是這個方程式的解 這個圖形來講 畫的應該就看得出來了 有一個A 有一個B 加入A小於0 B是大於0的 是一定圖形式連續的情況下 一定有個地方是通過 叫C 介於AB之間 然後使得什麼F of C MV 因為這一條是X軸 可以介紹嗎 這就是我們看根地理的敘述 但一定只有一個嗎 我看不好有多個 為什麼說很多個 他看不好這樣啊 是不是 他看不好有基數的嘛 這就是我們的敘述 好 這是第一個看根地理的敘述 那看根地理的內敘述 我已經講了 敘述什麼 它變成了一個命題 因為它敘述很完整 變成一個命題 先相乘小於0 它一定存在有一個十根 可是如果存在有一個十根 相乘一定小於0 你知道我講什麼嗎 它的逆敘述 就是跟我們的命題有關 這是因嘛 這是結果嘛 可是如果我現在說先有結果 逆敘述是什麼 如果LC等於0 而且這個C呢 介於AB之間 則可以推得 A跟B一定一正一負 對嗎 但它完全錯 錯在哪裡 它有可能是什麼 兩個都是正的 什麼叫兩個都正的 搞不好A跟B都怎樣 兩個都是正的 但是它有沒有十根 沒有 有 當然啦 也有可能沒有十根 所以 不能說有 也不能說 沒有 所以我們不知道 所以逆敘述看根是錯誤的 它是說 只要有十根 那他們一定怎樣 一定都是一正一負的狀態 那就不一定啊 搞不好是偶數十根 可以接受嗎 這就是我要講逆敵的原因 OK嗎 我覺得我這個講得正好 那就這樣 我今天要大眼神 你不要吵 不要吵 好 我花這個大概五分鐘的時候講這個 我覺得這個還蠻不錯的 蠻重要的 再來 講了喔 坑坑定的領地敘述是錯誤的 以後不要搞錯了 接下來我們要開始講集合 集合因為比較簡單 而且大部分都是定義 所以我會講的比較快一點 好不好 趕快把我帶過去 這麼簡單的東西 必定講講不好 來 首先什麼叫集合 集合必須包含以下幾個性質 這個你要吵 因為講一下沒有 集合其實沒有很難 就是我們把某些東西 收集起來 就可以寫成集合 那集合的表示符號 我們收集的這個符號 就叫 兩個大括號 可以接受 這叫大括號 這是大括號 這叫什麼括號 這是大括號嗎 這是大括號嗎 欸我們記得大括號是這個 小括號 喔那小括號 粉色喔 這是大括號 用兩個大括號寫起來 那集合的定義是什麼呢 我們抄一下喔 我剛剛寫的 有以下這三個 第一個叫互異 互異性 要抄 第二個叫確定性 第三個叫無序 這是集合基本定義的這三個 什麼叫互異性 互異性指的是 我們只在意組成分子 這兩次喔 我們只在意組成分子 我們不在意你到底收集了幾次 什麼意思 就是假如今天有一個集合 你收集了有一個數字叫1 收集了有一個數字叫2 對不對 那另外一個集合收集了1 可是我收集了兩次 這兩個集合會相等嗎 完全相等 為什麼 因為我們只在意你有沒有收集到1 我們根本不在意你收集了幾次 我們只在意組成分子 這個就叫互異性 聽得懂嗎 可以嗎 你要把它抄下來 再來確定性 什麼叫確定性 就是要有個普世的標準 就像敘述一定要可以判別真偽的感覺 是一樣的 我們不能說尤恩姐很帥 我們把這個帥哥當成一個集合 收集帥哥 可能每個人對帥哥的定義不一樣 收集起來的東西大家都不太一樣 這就是一個不好的集合 聽得懂我在講什麼嗎 像我的集合裡面收集帥哥 我以為我尤恩姐 但是尤恩姐自己收集的帥哥裡面 可能就會有 楊博冊啊 王俊仁啊 鐵頭啊 他在騎坐嗎 點他 我是說都很帥 我是說都很帥 你難道覺得王俊仁很臭嗎 對啊 你又說只有我收集他 我也會收集他 他會收集他 可以嗎 這要有個決定性的元素 決定性的元素 那這一個比較少考 決定性的元素 這個概念比較少考 因為大部分大考給你的都是數字 所以數字也沒有人家什麼阿拉伯數字 你的一跟他的一不一樣 不會有這種狀況 那元素指的就是你收集這裡面的那個東西啊 比較有元素 這個一就是元素 二就是元素 可以接受嗎 好再來無序性 無序性最好解釋啊 就是什麼順序不重要 我們在講字 只在意誰 組成分子 次數也不重要 我們只在意誰 組成分子 可以嗎 所以今天你寫一二 跟你寫什麼 二一 有差嗎 沒有 完全一樣 就是很簡單 就是這個集合 只在意組成的分子 已經講四次了 好 就是這樣 好 再來 集合之集合 然後我們下面看一下它是敘述的 然後說第一個 如果A是集合A的一個元素 我們通常叫屬於 是什麼意思 來舉個例子 他說的就是 如果今天有一個A集合 裡面收集的一個元素 可能有ABC 然後ABC是這樣的 那A是他的元素對不對 所以我就可以用A屬於大A來表示 代表A在A集合裡面 大A集合裡面 可以接受嗎 可是集合跟集合之間 我寫一個A 我寫一個A 我寫B AB 你有沒有發現 B集合 收集的東西 是不是A集合都有收集 對不對 就有點像是什麼 你收集公站 你收集這兩個 可是專業的玩家 是什麼都用 對不對 可以嗎 你收集的我都用 所以我們就叫B是A的子集 用文式圖來寫 來畫 應該說B畫起來的區塊 就會比A小 這種感覺 可以嗎 可是如果你要表示兩個集合之間的關係 我們用的東西 我們用的叫包含於 像B包含於A 你要注意 這是集合 這也是集合 這個是元素 這個是集合 聽得懂嗎 這指的是元素 就是裡面的 你收集的可能公仔娃娃 可能沒穿衣服的 有穿衣服的 然後這個指的是玩家的概念 可以嗎 整個收集起來 可以嗎 集合跟集合之間 請用包含 然後咧 元素跟集合之間 請用屬於 請注意符號 這是第一 這沒有什麼奇怪的地方 然後呢 如果今天你收集的東西 比它小 或是比它少 或等於對不對 可以嗎 我們就叫B是A的子集合 就很像是媽媽跟小孩的概念 它比較小嘛 我們就叫子 可以嗎 B是A的子集合 那A咧 是不是比較大 所以就是它母集合 但是母集合很早講 就沒有人這樣說了 好子集合 但你要注意喔 有個性質 就是什麼 A是A的子集合 自己是自己的子集合 為什麼 因為你A收集的所有東西 是不是A本身 就也都有收集 對不對 你收集的我也都有收集 所以我一定也比你多 也可以剛好等於你 自己是自己的子集合 這個要注意 可以嗎 那如果今天你什麼東西都沒有收集呢 我們叫什麼 歷史集合 不叫零集合 非逆妹 空前 剛才加三次 這個符號我們叫做空集合 也可以畫一個圈圈 然後 有點像再畫一個 這叫什麼 這叫Fy 這叫Fy 你可以聽它Fy 可是如果念空集合的話 你要念什麼 對 對 就這樣 也是一樣 就叫空集合 可以嗎 它表示意思就是 我什麼東西都是沒有的 叫Empty 可以嗎 空集合 空集合 另外一個要注意的 空集合 是任何集合的子集合 我什麼東西都沒有收集啊 那是不是你一定比我想 它也算是集合喔 它這個意義是什麼 就是我什麼都沒有 我什麼都沒有 對不對 可以吧 你想想看這個概念 其實真的很像收集空戰 我真的覺得越講越想 我想想看 我什麼東西都沒有收集 那我可不可以 也是玩家 可不可以 也可以喔 你有收集東西 那你就是比較厲害 你有花錢嗎 那我沒有花錢 可不可以看一看走走看看 也可以嘛 也可以是玩家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空集合概念 OK嗎 任何子集合 空集合是任何集合的子集合 好 再來 有一個我給你講一下 講的因為我沒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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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個 原數個數的問題 他沒寫我覺得蠻可惜的 來你幫我補充起來 原數個數 假如今天有一個A集合 它裡面有幾個原數 有幾個原數 N個原數 1 2 3 一直到N 總共有N個原數 可以牽涉嗎 N個 原數 數 數 先 原數 原數 N個原數 那總共它的子集合有幾個 八個 很強 八個壓肉 有幾個 注意喔 答案是集合的個數 子集的個數 比它小的 然後跟它有關 對不對 總共有2的N次方可 你要寫一下喔 為什麼有2的N次方可 你想想看 我把數字放小 叫1 2 就好 你在收集的東西裡面 你要嘛有收集1 要嘛怎樣 沒有收集1 是不是有兩種可能性 對不對 你收集2 也有可能怎樣 沒有收集 或者是 沒收集 所以是不是它也有兩種可能性 所以總共的可能性 有四種 所以當原數個數有兩個的時候 是2的2次方 也就是4 可以接受嗎 原數個數1 2 3 要嘛有1 要嘛有2 要嘛有3 就是2的3次方 就叫8 所以就有8種子集合 所以就有8種子集合 我舉個例子 我舉個例子 假如今天它沒有收集1 也沒收集2 是什麼意思 就代表1跟2都沒有 什麼就空集合 那只有收集1呢 就叫 有一個集合裡面收集了1 那1 2都有收集呢 就是1 2嘛 那假如只收集2呢 是不是就是2 所以1 2 3 4 這四個都比a小 或者是剛好等於a 都叫子集合 所以是2的N次方 可以接受嗎 可以嗎 這個你要寫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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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嗎 才寫很漂亮 比較糟了 可以嗎 這很重要 好寫一下 這個還蠻重要的 那再來要講另外一個東西 子集合的特數 你現在有概念了 那敘述集合也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怎麼敘述一個無限多項的集合 假如今天它有限的 有限的 什麼叫有限的 就是個數不多 假如它今天只有三個 像C集合 有三個叫1 2 3 我用列的就列出來 這個叫窮曲法 直接寫 那如果今天 書集合叫正整數 你總不能這樣子寫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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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總不能寫1 2 3 點點點 正整數 誰知道你後面會出現分數 懂我意思嗎 這就是一個很爛的敘述 這就是一個很爛的敘述 我必須承認 它是一個很爛的敘述 然後一槓 然後說明它的特性 什麼特性呢 你收集的X 全部都是正整數 好 這樣就寫完了 這樣子就可以用敘述法來表現 無限多個個數 可以接受嗎 這個叫窮曲 就是一個一個列 就是你們那個 有些老師去研發的樹狀譜 就叫窮曲 我沒有在表誰啊 然後這個叫 建章數選最優秀 這叫敘述 那你應該可以發現 基本上我們窮曲比較長線 但是如果今天有無限多詳 千萬不能窮曲 因為怎麼列都列不完 所以你一定要用敘述法 可以嗎 好 這就是集合的概念 那下面的文式圖後 連擊跟交集大家都有熟了 我就不講 連擊跟交集有什麼不熟的 都不熟 連擊就是有就要畫 交集是什麼 共同都有的我才要 懂我意思嗎 就是中間交疊的部分 這有什麼好笑的 唯一要講的就是插集 每次插集大家寫錯 我覺得插集一定要講 插集有一個很重要的性質 就是它有次序性 誰寫在前面 誰寫在後面 非常的不一樣 你就想吧 誰插誰 就是誰在誰的前面有差嗎 你在前 我在後 你不說我不懂 你知道嗎 反正就是有錢有畫 你有錯 有差了 有差了 我講一個例子 來我自己寫 插集 你這個也要自己補充嗎 自己寫下來好不好 親愛的 不要打雷了 就你了 打雷了 就你了 打雷了 GOT P A B A集合123 B集合123 B集合123 親愛的 看好了 看好了 AXB 就是什麼 它的圖形是這樣 我文式圖形輔助 大家可以看 這是A 靠腰人 我這寫4好了 這是B 可以嗎 A集合 AXB的意思就是什麼 A先有 然後扣掉還沒有B的部分 所以是左邊的半月形 之後來講什麼 這是AXB的集合 那你寫出來就是什麼 A有B的部分 重疊的是不是只有E 可以嗎 所以你要減掉E 所以算出來的答案集合叫23集合 有沒有問題 但如果今天寫BXA 就完全不一樣囉 BXA的文式圖 你一看就知道不同了 就代表B部分 扣掉含有A的 是把中間交集扣掉 所以它的形狀形是右邊的半月形 可以接受嗎 那BXA就是什麼 E4減掉含有A的 是不是扣掉E 所以它的答案是4 懂我意思嗎 插極有秩序性 這個叫插極 誰插誰 誰在前誰在後 有插 快插 混帳 誰在前 你在後 你說 你說不懂 從哪邊 幹 而且還問我操哪邊 外操 G7在那邊 好不好 那接下來那個補級的 我可以不教嗎 補級就是什麼 你以外的我都要 叫補級 然後我們的補級 在上面打個Pro 可以嗎 就跟那個飛一樣 我們之前前面師傅有講飛P 對不對 就等於是什麼 P的補級的概念 P以外的就是飛P嗎 對不對 醜男以外的就是什麼 就是帥哥嗎 什麼醜男 醜男 男生以外就是什麼 不是男 不是男生 對不能講女生 好像有人要 所以反正就是一個 非 白馬 非馬 只要不是 以外的都是 數學上最常講的補級 這是什麼 有理數嗎 有理數以外的就是什麼數 就是無理數嗎 可以嗎 就這樣 可以嗎 講完了 迪諾根請你自己看 迪諾根這裡有個技的口訣 我覺得可以教一下 就是 連擊的 好的 第一波哥其實有一個小小技的規律 如果你怕你變不熟 其實你可以看他的規律 看講義 他說 A連B的補級 等於A補級交集 B補級 這什麼意思 因為我發現 連擊的補級等於什麼 補級的交集 連變補 懂我意思嗎 連擊的補級等於補級的交集 他的中間符號會改動 OK嗎 如果你把符號拆掉 中間符號就會改動 就是這種概念 那同樣道理 A交B的補級 就會變成什麼 先補級 再連擊 OK嗎 剛好中間的次序 符號不一樣 可以把中間的符號寫出來 這樣會比較好記 交集的補級 就是補級的連擊 A的補級 就是補級的交集 好不好 剛好去掉的符號 符號改變 就這樣 接下來我們看引導範例二 引導範例二很重要 看是簡單 但卻非常非常重要 他真的簡單 他就是講集合的基本概念 但考試其實蠻常考的 而且集合最常考的就是這個 你看在下面那一題是放考才會出 那個我們大考最喜歡考的 其實就是反例二的問題 基本但很重要 好 好 來我讓你看一下 立體了 可是你這也寫了 沒有 來立體了 我先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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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寫畫手 喔 那是 你有補張女的畫手嗎 沒有啊 自己看 那你 我覺得複習最有效的 不知道 不知道 因為他現在在錄影 不知道 等一下 我覺得 我覺得 其實最有效 喔 來 收回我的讚 哈哈 來我們看一下喔 這裡你會發現 有一個很奇怪的東西產生了 這一個東西是什麼 我說明一下 你收集元素的時候 那個元素什麼東西都可以收集 只要你確定他的確定性 就可以收集 舉個例子 假如我今天收集人這個元素 那我就可以收集誰 我嗎 我可以收集誰 我可以收集誰 彩琴嗎 彩琴嗎 我可以收集誰 Chris嗎 對不對 這些都是人嗎 等一下不好意思 我收集兩個東西就好了 這些都是人嗎 確定 確定 我們先把它收集起來 好 可以收集起來 那有規定要收集什麼樣的東西嗎 沒有 集合很自由 只要你確定它是什麼東西 你就可以收集 那這個很明顯是一個集合 集合 集合還可以收集集合 當然可以啊 我把很多集合收集起來 成為一個新的大集合 也可以 所以這裡的集合 其實有點像是元素的概念 這是它的元素 就這樣 那我們來看一下 下列核子敘述正確 第一個 A集合有四個元素 你們要看它出現四個數字 其實它只有幾個元素 CAMMA對不對 CAMMA構點 是標數了 有三個部分 所以它的集合 個數 元素只有三個 那元素三個 怎麼用數學的符號來寫 幹嘛囉 一選項叫做 N of A 等於三 所以一不能選 N of A 就是 number of A 集合的意思 可以接受嗎 可以嗎 Number 就是它的個數 元素的個數只有三個 一二三 這一個 可是一整坨叫一個元素 再來第二題 4屬於 A 對於它的符號 它是用屬於 請問4是 A 的元素嗎 當然是 我寫在這裡 所以這一題大家就選2 可以介紹嗎 4是 A 的一個元素 所以寫2 再來第三個 6八 包含於 A 我們剛才有講 注意喔 我們剛才有講 集合跟集合之間 是不是用包含 對不對 完全正確 但是它是錯的 錯在哪裡 現在它是集合嗎 不是提到超錯 對 不是提到超錯 我超錯了 那我們先看第四個 不要超錯了 先看第四個 不好意思 那你看 6八 包含於 A 乍看之下 集合包含於集合 很有道理 可是實際上現在6八 扮演的角色是集合嗎 不是 它現在是扮演一個元素 在 A 的元素 所以你這邊 第四是錯在它要屬於 可是它就是臉 在裡面 對啊 所以它們屬於啊 Z可是一個元素啊 6跟8A 才是Z 6跟8A 為什麼會包含 不行啊 因為它是元素啊 可是它在裡面 我跟你講喔 應該這樣講 假如有個集合叫6八 可以嗎 對不對 對不對 6八 你是不是現在敘述就是 B包含於 A 對不對 可是B 它有6有8 它有6有8嗎 它一個6跟8都沒有喔 它現在做的東西叫6八集合 它不叫6跟8 懂我意思嗎 知道要講什麼嗎 現在這裡扮演的角色 你必須要把整坨當成元素 它才會在A裡面 可以介紹 OK嗎 所以這一題還是得要數 這個真的蠻容易錯的 要小心 那4 這個是對的 這個咧 是錯的 剛才跳了一下 第三題剛剛沒有寫 第三題大概是對還錯的 它是說 2 在 A裡面 乍看一下是對的 可是其實又是錯的 為什麼咧 因為現在它有了括號 如果你要今天寫括號 這裡可以用屬於嗎 不行喔 你這裡現在2雖然是元素 但是你要用屬於就不行 你有括號起來 你必須要寫什麼 要包含語 就彷彿這是一個它的集合 然後它是它的子集合的概念 可以接受嗎 這是它的子集合 這2會是A裡面的元素 叫2屬於A 不論是寫這個寫這個都對 但是它兩個都不對 所以就錯了 可以嗎 如果你要寫屬於 你必須要寫2這個元素 在A裡面 那如果你今天要寫包含語 就要找一個集合 它的子集 含有2的子集 包含語A 這樣就可以 剛剛第四個不可以嗎 第四個要想一下 第四個難得 你get不到的一定要來找我 所以3也是錯 再來第五個 第五個是什麼 六八屬於A 這就對了 剛才是6加5 四五可以一起看 六八如中屬於就可以 因為它現在變成一個元素 所以答案是2跟5 25 可以嗎 2跟可以嗎 就能寫嗎 快說寫 好 好 好 再來我要講引導方例3 今天就是這麼樣勸說 因為要補充的 改成什麼也很改得了 我們要改成什麼 這樣 引導方例3 引導方例3也是一個集合的基本題 可是它的解題是有技巧的 我們等一下看一下 它可以說 A集合叫做 13A平方-2A-2 然後B集合呢 叫做 負2A加5 A-1 A平方加3A加8 然後呢 如果A加B 他們的共有部分 叫做3跟6 沒錯 3跟6 請問A是多少 可以嗎 這一題會解嗎 集合齁 這個真的很像段稿題目 那大考的趨向 除了考這種基本的定義 出現在多種選擇題以外 大考還很喜歡考一種集合題 就是什麼 可能 假班有幾人 以班有幾人 然後平班有幾人 去算那種 交集的文式圖 各種 那種你很喜歡考 好不好 那我們來 看一下給你講怎麼做 交集 交集的部分叫36 那我們看一下 36 所以其中一個是3 其中一個是3 其中一個是3 你看啊 這裡有1 這裡是1 這裡是3 後邊那個是6 這裡是-2 所以 所以 這邊是什麼 它會加一個通極 36 靠這就是6 對不對 這個就是6啊 為什麼 靠你們交集的部分 共有的 共同有 就是A有B有的 是不是3跟6 如今你只出現1跟3 那這個右邊部分一定是6 所以你應該要發現 A平-2A-2 必定要等於6 這是第一個關鍵 因為如果你從下面的A去判斷 那它的可能性就太多了 所以我會建議你先從上面去寫 A平方-2A 再-2等於6 來做一下 應該會有兩種可能性 A等於多少 A- 這一過來是-8 A-4 A加2 所以靠點是說 A加2 所以A的值有兩種可能性 A等於4 或者是-2 但你要小心 你不是洗到這裡就結束了 你必須要帶回去去檢查 到底合理不合理 他們帶回去 是不是剛好交集的部分 就是36 這都是要去要check過的才可以知道 你必須帶回去去檢查 好 那我們把周邊插掉 來我們簡單帶回去檢查 我們先第一種情況 分門別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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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A等於4 那我們可以推得A集合是什麼 當A等於4 是1 3 6 為什麼我會知道它是6 靠腰 我就是一開始 它是6型下來 它當然是6 所以不用算 B集合呢 B集合就要算 B集合有那麼多A 前面叫-2 後面呢 A叫4 4加59 4-143 A出現了一個3 水喔 然後咧 4 4是16 16加12加8 36 你覺得他們交集有可能出現3跟6嗎 你覺得有可能嗎 但是不可能嗎 所以第一種情況 A交B 不等於36 所以這一整個都是不可能的 還是要算 還是要看 第二個 當我們的A等於-2 帶進來 好不好 去做check 你會發現你的A集合還是1 3 6 為什麼有什麼臭小事 因為我們一開始就是令它為6 那B集合呢 要算一下 -2 算一下 -2加5 3 水喔 然後咧 -2減1 -3 再來咧 -2 22的4 -2乘他 -6 -6加8 水剛好有6 所以 是不是合理 A交B 剛好就是36 所以我們知道這裡的A值 只有一個答案 就叫我們的-2 所以對起當然是夫2 可以嗎 可以嗎 琴耳 可以嗎 很漂亮 不過可以啦 你在照什麼 那竟都倒了 總是iddro 你腳皮嗎 你腳這邊有點眼 看有沒有頭見等 還是你在看我 怎麼zer 唉呀 快點齁 來 錄你這題 OK 你能給我偷寫其他 喔 痛痛痛痛 最近抽筋有點嚴重 有 看你能給我偷寫其他的嗎 我不要玩手機啊 幹 你在這裡跟我講 欸 他剛剛直接說 我說 欸 你要偷寫其他 他說 我沒有 要偷寫其他 欸 你要走齁 喔 不走 不走 來 下一個 下一個 來 我們要講這個 樹狀圖 樹狀圖其實就是窮狙 我們剛剛已經介紹過了 在79件銀行 窮狙把這全部都列出來 這個叫什麼 這個叫直接列出來吧 沒有什麼好講的 那樹狀圖呢 就是有系統的 用枝狀的方式去分析 OK嗎 那樹狀圖的使用時機 我先跟各位說 個數不多且有限 再講一次 個數不多且有限 第二個就是 它的規律比較複雜 規律越複雜的 用樹狀圖會越漂亮 我已經跟各位說了 當它有很多限制 或者是你規律不好解釋的時候 像什麼 走路徑的題目 一下走 A 村莊 B 村莊 C 村莊 這個沒有辦法 很有系統性的去分析 那樹狀圖就是一個很不錯的選擇 因為它是直接列出來 可以接受嗎 我寫一下樹狀圖的路徑看 我最近在念英文 我想說可以考個多億 考個九百九之類的 因為心智真的比較蠻耶 心智的那個英文比較蠻 它有那個聽力 我上次聽了一下 我就覺得很難 不是很難啊 很難啦 因為它什麼都是商用英文 它就覺得 你在商務的過程之中 假如你去跟人家接洽 外包的工作什麼 外包 好 first 就是有些外包工作 以後商務要加英文 然後就要用其他國家的人 他就可以用它的口言去講 我覺得最難聽的就是那個英ド人 英都人會有那種 哦 就講 他講的語數很快 然後有一個很強 很強烈的頓點 完全不知道在講什麼東西 人家小狗 こういう cards 很奇怪 但是我一個完蛋已經不懂的 就像他說什麼 算了 絕對有出例子 所以我最近偶爾看那個英文 那個英文的脫口秀 因為脫口秀講的語言 خaver Najha 好難的 乾杯 U التي他一個 規則比較複雜 限制多少?规则限制多少? 第二个是次数不多 就是你的方法没有那么多,方法数没有那么多 你才可以列,你要这方法数有几千几万个 你还可以用数状图,我不敢受到你 而且数状图有一个好处 通常啦,你如果是图形有规律,那他的数状图会对称 可以吗?可以讲一下 图形规律 没关系图形对称 图形如果有对称性,那你的方法数,数状图也会对称 数... 也会有对称性 好,来我们来看下面这个例子 取舍原理可以吗? 取舍原理可以吗? 这个就是文字图,那个不讲 取舍原理他有另外一个名字可以写一下 取舍原理有些老师会叫排龙原理 这个好像是你们课纲比较常讲的,叫排龙 对啊,他另外一个名字 以前的就叫才会叫错牌 错不是错误的意思 错牌是交错的意思,交错牌也好,叫错牌 这两个都有人交,你可以听一下 好,来讲一下引导判例四了 例四,他说有人从A点出发 A B C D 然后有人从A点出发,然后沿着路走 不许完全起来 不许沿着原路回头走 当某一点经过第二次时 却不走,就不再前进了 请问有几种走划 那你会发现这个图形其实蛮对称的 对不对? 是不是一定蛮对称的 所以一定会有回律 那我们要开始走咯 从A点出发,所以输上头一开始划A 之后呢,他有可能到B,有可能到猪,可能到C 所以他的支撞出来的是什么? B C 猪 好,我们一条一条来 A先走到了B 是他不能沿回头路走 所以他只能走猪或C 所以会有猪跟C 那走猪跟C 猪的话是不是有可能到A 各位猜怪 猪的话也有可能到什么? 是不是也有可能到C 这是一个 那还有一个 B到C 是不是C有可能到猪 也有可能到A 对不起 有可能到猪 有可能到A 可以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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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想到这边你会发现 诶 等一下 这个是不是重复了 因为A A 是不是走两次了 所以他就结束了 这个已经结束了 然后A A 重复 这个也结束 但是有两个还没有结束 为什么? 因为C还可以走嘛 那C如果继续走的话 就是要马走什么? 要马走A 要马走B 可以AB 好 这样就都结束了 猪呢 要马走 要他从C来的 他从 猪是从C来的 哦 这里是从C来的 要马走A 要马走B 要马走A 要马走B 可以接收吗? 所以你可以发现 哦 这样子我们就走完了 所以光是B的部分 先经由B 然后继续走的部分 就会有六种 你觉得 后面那两个会列吗? 一定不会列 为什么? 因为图形是对策 你可以自己去列一列看 你会发现 上半部 这里有方法数是六种 下面这两个也都是六种跟六种 所以答案6乘30 为什么我敢讲这件事情 因为他图形对称 只要图形对称 基本上都一定是什么? 一定是 数状图也会有对称性 这上面算出来六 下面都一定是六 你可以自己去做验证看看 答案18种 数状图通常会考你一定是考那种规则比较复杂的 你要记得规则复杂的用数状 而且方法数有限 就这样 接下来我要讲引导单例 引导单例讲完 我会放一个影片在我们的社群上 就是在LINE上 因为上次讲完我问我这一题的时候 我突然有个感觉 我讲得好好的 所以我就录了一个影片 然后我觉得录的还蛮 动画蛮清楚的 你可以回去看一下 好不好 那因为 因为我后来会放 所以你第一面如果听得比较卡 你可以回去看一下 那个应该是讲的蛮仔细的 我是用一个新的观点去解这一题 如果你上网去看其他的老师的解答 或者你们觉得我是自己讲 应该没有文章 我觉得我的方法蛮好的 你可以看到蛮好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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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們就有一些同梯的剛好出來 然後那個排骨說 欸 排骨 然後我們就跟長官敬你 結果有人一敬你出來說 喔 不錯喔 你又想不想接受我紅家三鐵線拳還是什麼 欸 講了一大串的名字 然後呼呼呼 然後那一局當地人說 喔 排骨很智障 因為排骨就要打他 然後排骨就用了一招 他說 我剛練成了一招 蛇犬 他就把眼鏡放在那個 眼鏡放在手上 眼鏡蛇 知道嗎 眼鏡蛇 然後後來把眼鏡帶回來之後 他說 你準備好接受我蛇犬了嗎 結果他說 喔 好了 他說 喔 好了 排骨我跟你玩 然後就站在那邊 然後把臉盆幫他打 他就 蛇犬 然後腳就放在那裡 往他下體踢下去 蛇犬 後來你知道嗎 就因為這件事情 那個當兵的那個 那個 兵 很不爽 打1985 好笑 打1985的那個很吵 打 打 不是 我純粹是以著好笑的心態去看這些事情 因為上一次打1985的事情沒有那麼好笑 這件真的太好笑了 因為十二全合打1985的大概只有我們 你知道嗎 這我沒有看到哪個當兵是因為 大部分都是被霸凌啊 被強壓工作啊 或是叫他粗糙不讓他睡覺才會打1985 才會打1985 因為十二全都打1985的大概就是我們 另外一個很好笑 另外一個打1985的原因是 噢 二連的長官 在那個做那個戰馬車的時候 那個我們水壺都黏在腰間 然後我們這個腰間的水壺不能掉 因為他就也是算你的軍備用品 然後軍備用品掉了都很麻煩 因為數量要對齊嘛 嗯 對不對 就像靠中間的時候 我們會讓數量對齊 我們都把子彈交到山庫 是一樣的 然後他就放在腰間 結果我們就喝水著要用 然後別在這裡 結果二連的長官就走過來 他先一排的人坐在戰馬車上 那戰馬車我們是面對面坐 結果那個腰間的那個水壺 就剛好就怎樣 露在車外面 結果二連的長官就突然 然後從後面偷偷 你可以看到那個動作 是很細膩的 他是就在跑步 他把他整個幹走 對 他一開始還在 還在試 可不可以拔 然後慢慢撕他的那個 他有個磚 那個魔鬼磚 慢慢把魔鬼磚 偷一排 結果回來之後你都怎樣 後來之後那種當兵粗糙 因為你要喝水的時候 沒有水喝你一定會發現 然後你就怎樣 然後就跟長官說 他把長官報告什麼的 我們這一連的 有好幾個地窮的那個 腰帶那個水壺都沒有 他跟這裡報告 他就跟二連長官報告 小嫂就是他 我看著他偷的 我真的看著他偷的 結果二連長官還好去跟人家質疑 就說 你們這水壺從頭不見了 他還跑去跟一連的長官告狀 為什麼 因為他偷的是一連的水壺 他就靠著一連的水壺 我們一二三年剛好在一起 然後我是一部連 所以我們大方很熟 我看著二連長官 二連的連長官 就二連的連長 他是連長啊 那個市長會把整排的水壺都拿走 結果後來這個當兵就很不爽 因為他下午真的很渴 在外面那個 簽那個電接線什麼的 然後太陽40度這樣 全副武裝 戴康虧沒有水壺 幹 真的差點死在哪裡 我就覺得真的很可惡 結果回來之後 他就武藏長大 19851 他說不要啦 就算了 我現在還跟那個人聯絡 他也是較大的學生 幹 高材這麼美 我說算了算了算了 幹 你交大不是通常來講 不會去當TIE 對啊 他是有七成的機會TIE 那三成就是水啊 那我們就水啊 後來 後來是怎樣 後來就回來嘛 後來我們就在那邊站哨 站到一半的時候 我們開始站那個武林 武林機槍的那個哨 就是要看那個武林機槍 不要讓他無見 嗯 後來的臉長有 就是 就是有病 他來投機槍喔 你知道武林機槍多難投嗎 武林機槍管是重大根耶 哈哈哈哈 你重大根 他這一次他不是投 他明目張大 你跟你說 欸 他說欸 你是槍哨 我們是槍哨 沒錯 我們是站那個什麼 腰 腰跟我們行動 我們就跟他講時間 我們站到幾天 然後我們現在在固裝 然後固裝裝件或什麼 我們要調武林檔 結果林檔說 喔很棒 欸那個武林機槍管 剛剛你們一連連檔 所以要用 呵呵呵 那整次他我就覺得很奇怪 我們自己不連 呵呵呵 一連連檔說要用 原來那個機槍管給我說 欸 我說報告人啊 那個借過軍備 我們要寫那個軍界的架條 什麼的 連要用那個 論文表目 我們才可以知道 我們到底 有沒有出界這個紀錄 我們要做登記 我們不能怎樣看 幸好老子想到 要有這個名目 就要說 喔 好好好 我去跟你們一連的那個藥 可是我們要教大同學 就沒那麼寫 他說 喔連長的藥 喔沒問題 然後連連長拿到這個機會 他就把那個 武林機槍的槍聲 自己想也很奇怪 誰會沒事去借機槍的槍聲 可以幹嘛 到底可以衝上槍 到底可以幹嘛 你可以扛在那邊做重訓 誰會 哪個連長會去借 想也知道有鬼 我就覺得很奇怪 結果後來他就被借走 借走之後 他就把他藏起來 然後就跑過來說 我要督察人的缺失 按槍哨 按機槍的機身在哪裡 他說 欸連長 剛剛你不是借走 沒有啊 誰說的 沒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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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因為這件事情 我同學抱歉了 他說 欸連長 你這樣弄我們 我真的覺得 有點太無聊了吧 他就講無聊 然後連長就有點 Gate角的笨書題 對不對 他教我無聊 是不是很無聊 我現在在教育你 結果他就打1985 對不對 1985真的很強 1985真的是 雖然沒有打 可是一打 真的是長官把長到 你知道他多快到嗎 他上午打1985生出 他直接跳過 音附到黨三處 音附到黨三處 因為他是算大官 是中小 很大 他直接跳過 結果下午 我們的那個 少將 少將就來了 他叫什麼圍燻 我就叫圍燻歌 因為他叫什麼圍燻 然後就下午就直接來 下午打電話 下午馬上到 我說 我聽說你們這裡過得很不愛勁 然後 然後咧 這一個長座 我第一次看到那麼 那麼卸泡 那個時候 我也要看 抽了鬧 我就故意在外面掃地 故意一直在看這個會議室 因為看到一個長座 結果我的同學被叫進去 然後跟那個 所有的長官站在一起 然後站一排 然後呢 另外一些比較大級的長官 就是比較大的長官 可以坐在桌子上 其他那種 上位那種菜籍 上位都是菜的 上位這樣站一排 然後咧 哦 我聽說你們很強啊 去偷人家的兵的裝 上位兵就可以罵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啊那個二連輔導長 我跟你講 二連那個 不是啊 二連的連長很壯 而且很強 他這個體重目測大概幾公斤 而且是很很壯的 那種 就被一個那個瘦瘦的那個少將 罵到 你偷人家裝備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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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被盯上 一定被盯上 所以他無聊會走 但是都還好 就真的還好 原來他其他上位不是也會到嗎 不會 因為其他上位覺得很好笑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們那個 我們的那個連長還在那個 早點名言的時候 欸早點名言 唱完歌嘛 嗯 今天跟他兄告幾件事情 如果有人要跟你借裝備啊 就算是連長也不能借啊 哈哈哈哈 他自己就在那邊 他講一個 哈哈哈哈 結果不能借啊 借也會出事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他又表演過我 他說 哦像元松就處理人好啊 元松 哈哈哈哈 哦 上次那個二連的連長 來跟我們借桌子的時候 元松也說不要 做得很好 哈哈哈哈 你知道嗎 他跟我們借桌子真的很側耶 你知道嗎 因為我們有十幾個人在出公 才在辦桌子 辦到一半要說 欸我要借桌子 不覺得超扯的啊 欸我們在 我們在 在忙上忙下 你跟我說我去桌子 這是幹嘛啊 誰會見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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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位 如果有機會 就是有一些特殊專才才有機會升少校 現在少校因為 少校有終身奉 所以都不太好升 以前就是上位 就基本上就是有終身奉 現在沒有 所以他們都很想要擠少校去 你剛才那個人應該到什麼時候去 對 他一直到我 你看他自己來到我 太奇怪了啦 你偷那個裝備的人 真的很詭異 對他插 我剛好 我剛好 大家有機會可以來 聽聽我們來講 偷竊層級耶 我的聽 你怎麼偷另外一個啊 偷安關 偷的那個電擊棒啊 你怎麼在想 在遊故障的時候 偷人家電擊棒 沒錯 拿電擊棒自己用是不是 誒 說不定他真的有用啊 我就是不知道為什麼 自己拿電擊棒 他真的拿這個這個很好笑 他說誒 誒 誒 過來過來看 口令是什麼 他講完口令 有口令嗎 有暗號 可能什麼 王文松去大便 在城之後之類 就會三段口令 然後要負手 然後負手完之後 誒很好 誒那棍子就看一下 這個時候請問不要給他 如果是其他的長官 他通常是可能 那個工具有損壞 他可以給他看一下 沒關係 但是是惡靈的也算 我很進階 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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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文也有幾個,英極則國極 假設數學跟英文都極格有X人,數極切英極有X人 數極,英文不極格,英不極有X人,選出下列正確的選項 是不是看起來很難? 我跟你講,這題一定要畫文字圖,那這題文字圖要怎麼畫? 這就是訣竅,我現在要教你一個訣竅 你先看文字敘述,到底是講極格的多,還是講不極格的少? 沒錯,你答對了,因為兩個都一樣幹 就講極格的比較多,不極格比較少 所以我們文字圖一定是畫極格,而不是畫不極 那為什麼要講這件事? 因為上次曾經有一次是考不極格的當敘述為主軸 所以你就要畫不極格的,懂我意思嗎? 那這個都講極格,所以我文字圖會這樣畫 照理你講是畫三個圈圈,但你不要畫得太快 這樣子畫就錯了,錯在哪裡? 錯在你根本就沒有看題目的這句話 英文及格的人,國文一定及格 就代表什麼? 你的國文及格人數一定在英文及格的集合裡面 在講說,英文及格的人,英文及格的人,國文也都及格 誰在誰裡面? 英文及格的人,國文也都及格 哦,我可以這樣講 這個在他裡面,英文及格的人,國文也都及格 所以國文包含英文及格的所有人,對不對? 所以你的圖不能這樣畫 你必須要畫兩個圈圈,在一起才行 畫成這樣,畫成這樣 這是國文及格的人,國籍 然後這是英文及格的人,英籍 然後呢,數學跟他們都有交集 這叫數籍 所以你的假想圖,文字圖,應該是要畫成這樣 這是第一個難關 要畫成這樣,其實不是很容易 因為很多人都忽略這句話 然後在那邊畫三個圈圈,畫三個圈圈 他突然發現有一塊交集是0 好不好,就這樣 好,接下來要做一件事情 做什麼事情呢? 把我們已知的資料題目的敘述,順序 這裡是45人,偷偷寫一下 那這個呢,英籍39人,偷偷寫一下 然後數籍34人,偷寫一下 他說哪裏是x,數籍且英籍 數及格且英文及格,是不是中間這一個區塊 x人,會不會再看 然後呢,數學及格,but英文不及格 數學及格,but英文不及格 是不是就是外面這個區間呢? 沒有顏色了啦 就這一塊齁 這個是不是就是y 數學及格,但是英文不及格就另外一邊 所以他有一個選項叫什麼? x加y等於34 這個叫什麼?這個叫廢話 要嘛及格,要嘛不及格 所以加起來,不及格跟及格的人數一定是數學總共的人數 可以介紹嗎?可以嗎? 所以答案,有一個選項 s加y等於34要先選 就是第一個選項 但是第一個選項說什麼? s加y等於39 對不對?很明顯是錯的 應該是s加y等於34 所以第一個選項打差 今天等我在講什麼嗎? 你圖可以畫大一點 可以畫大一點 可以畫大一點 好不好? 圖畫大一點 要畫那個 結整圓 集在一起 好,長這樣 再來呢,要講2345題 我跟你講 不是很好教 2345題 我先跟你講一個帥跟高的概念 我們最喜歡用帥跟高 假如總共 假如總共 我幹 假如 小儀畫畫畫畫 很差 安全帽是要怎麼辦 再買一頂 那頂錢有了 安全帽 我覺得安全帽要把拖一點 減一千六 可惡 可惡啦 來,問題齁 假如今天我舉個例子 一千六大概四次飲料 屁啦 幹,真的 沒有,是兩次喔 上次請就800喔 你幹,你上次那個很屌耶 那個彈包刀的是三小 為什麼味道有點猛 爽 來,一百了 假如我們今天 我們今天上課的人說一百了 假如啦 一個夢想 然後呢 可以插 可以插 帥的人 85 那 高的人 八十人多了齁 帥的人七十人好了 高的人四十人好了 可以嗎 帥的人很多耶 幫我們再合理嗎 我敢開笑 很小 帥的人四十人 高的人七十人 請問 帥跟高 他們 同時帥跟高的人 最多有幾人 最少有幾人 我先給你們一個這樣子的概念 最大小 呵呵 同時帥跟高最少跟最多有幾人 為什麼我講這個呢 等一下你們都知道了 來,首先 我們先看最少 最少叫什麼 帥的人站一旁 然後呢 高的人站另外一旁 盡量的分開站 中間交集的部分就會越小 你同不同意 可以接受嗎 所以呢 中間交集的部分是什麼 所以就變成了 一百 減掉 來看這 七十加四十 減一百 這不用超美的關係 我只是想讓你們聽得懂 阿如果你要超來也可以 好 這十人 所以交集盡量站著 分站 往兩旁一站 所以他的交集就會變得很小 那中間的最大值是多少 中間的最大值的圖就是這樣 你看 盡量的合在一起 疊在一起 所以人數就會來到最大 這是帥的 四十人 這是高的 七十人 所以他們交集最大值就是 帥的人全部都很高 對吧 所以答案就是四十人 聽得懂 在講什麼嗎 有了這樣子的概念 這集就突然變得有點東西了 你看 他說Y的範圍 等到Y在哪裡 Y的範圍在哪裡 Y的範圍在哪裡 Y的範圍在這裡 Y的範圍的幾大幾小值 他說Y的範圍是多少 我跟你講 我確實不知道Y的範圍 但我可以告訴你X的範圍 為什麼可以告訴你X的範圍 你看X的範圍現在討論的 不正正就是英文及格跟數學及格的最大和最小的人數的問題嗎 可以講一次喔 X的範圍現在討論數學及格跟英文及格的最大和最小的人數的問題 他在問交集 交集越大Y就越小 交集越小Y就越大 所以我會先求出X的範圍 來囉 X的最大跟最小介於誰到誰之間 X最大數就是什麼 39跟34 他的交集最大數就是34 他的交集最小就是往兩邊一站 所以他的交集最小是多少 就是50 然後咧 39加34 減掉50 減掉全班總共人數 你不可以超過全班人數 所以就是 所以是23 所以你的X的範圍區間也23 你看這個 你要Y的範圍 靠第一題我就給你了 Y等於34-X 然後咧 Y等於34-X 所以你就可以求出Y的範圍了 34-X 所以Y的範圍會介於0到11之間 請你細細的平 這個解答多要完美 好來 所以第二個選項在這裡 答案 2要選 再來看第三個選項 三顆之中至少有一顆不及格 三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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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五萬一是三個角 剛才講 534-X 你慢慢看 三顆之中至少有一顆是不及格 是哪裡 三顆之中至少有一顆不及格 三顆之中至少有一顆不及格 三顆之中 至少有一顆不及格 其實它是在玩文字遊戲 它是玩中文的文字遊戲 它三顆至少一顆不及格 靠腰這什麼 三顆都什麼 都幾個嗎 它反例是不是就是三顆都幾個 就是全部解三顆都幾個 三顆有一顆至少不及格 它的反例就是全部解到三顆都幾個 那三顆都幾個的部分在哪裡 是不是就是X 對不對 三顆都幾個的部分就是X 這個就是X 所以答案是什麼 50-X 然後它寫什麼 39-X加Y 完全不知道在寫三小 所以那一題答案是錯的 第三個解答案是錯的 正確的解答是這個 可以嗎 我沒有位置 我要把那個擦掉 那個帥跟高 你喜歡有沒有 如果要抄 趕快抄 如果你要抄 我擦掉 我的筆記 如果你回去 這個筆記 你沒有抄響 也沒有關係 我的那個 文字敘述 我會放在那個 line 群上面 回去看line 可以 好 最後這兩個敘述 蠻有意思的 看一下 第四個 他說 三顆之中 至少有一顆 不及格的學生人數 最少11人 跟27人 全部都是在講 三顆至少 一顆不及 但是剛剛已經講了 它就是50-X 對不對 所以它其實只要算出 50-X的最大值 跟最小值就可以了 那X又是什麼 X剛剛不是講 23到34之間 那我們從這裡開始可以了 X的範圍介於23到34之間 所以你會寫成什麼 負的 就變成了 負23 要變號 負X 然後 大於等於負34 再全部加50 就變成 27 大於等於X 大於等於 加50 是16 所以X 不好意思 解錯了 是50件的X 會介於16到27之間 最小是16 最大是27 所以你要選 5 好 所以這句答案是赫文 來 如果你們有問題 我們先休息一下 1 對 1是錯的 1 1是錯的 你看 S加Y 9 3 4 3 9 可以嗎 不過這個解題核心是什麼 先找出你的那個 X的範圍 就是這個三顆都及格的範圍 因為三顆都及格 剛好是某兩個 就是 因極跟數極的交際 那我們只要討論你X的最大最小 懂我意思嗎 其他範圍都存在最大最小 好 就這樣 那我們先休息一下 我們還是要去給大家 有reboc 我們先試用 好 減壇 谢谢大家